好 继续要带您看电影《黑天鹅》的女主角纳塔利·波曼 在片中诠释精神分裂的芭蕾舞者妮娜 演技获得高度肯定 还成为今年的奥斯卡影后 而非常巧合的乔治亚国家芭蕾舞团 最近来到台湾演出 饰演主角的团长也叫做妮娜 她也是同时扮演黑天鹅和白天鹅 她说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同时转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在心境和舞技上都是很大的挑战 黑天鹅电影中的妮娜 争取到新版《天鹅湖舞马》中的女主角 必须同时分是黑天鹅和白天鹅两个角色 考验了不止舞技还要投入感情 女主角大扒并波曼 精心诠释双头的心境表现 也赢得了这届奥斯卡金上角 来台演出改编的经典芭蕾舞剧 《天鹅湖》的舞者妮娜 和电影《黑天鹅》剧中的女主角 有同样的名字 也同时分成黑白天鹅两个角色 她说对舞者来说 在最短时间要转换两个完全不同角色 真的是一大挑战 这一场演出两个不同角色 所以《黑天鹅》是柔软和好 《黑天鹅》是比较能力的 比较能力的 不过有团员说电影重在拍的唯美 想要认识芭蕾舞还是看现场演出 就要能有真实的感受 《黑天鹅》是只剧情节 这次来台演出的除了乔治亚国家芭蕾舞团外 还包括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和莫斯科波斯瓦剧院的舞者 舞者们动作整齐画衣 表情也深刻动人 有舞有戏要呈现顶尖的芭蕾艺术 记者王晴如 朋友组台北报道